在中印舉行的第十三輪軍團指揮官會談之前 10月9日印度陸軍總司令納拉雅黛表示 中共在拉達克東部地區的軍事集結 和新的基礎設施建設經在形成大規模部署 印度一直在密切關注中共軍隊的所有動向 據表示如果中共軍隊繼續部署印度軍隊 也將在印度的一側保持同樣規模的軍事存在 令人擔憂的是中共軍隊大規模集結已經發生 並繼續展開其基礎設施的建設 這些意味著中共軍隊將留在那裏度過第二個冬天 這些會令到雙方處於一種控制線狀態 儘管不像西線那麼活躍 但肯定的是我們不得不密切關注所有部隊的集結和部署 以確保他們不會再次陷入歧途 目前世界正在遭受中共病毒大流行的困擾 中共在台海和南海引發了對走邊國家的空前對峙 納拉雅內將軍說 所有這些事情的發生事 再開闢一條戰線是非常難以理解的 但是不管它可能是什麼 我認為它們不可能實現任何意圖 納拉雅內將軍指出 在拉達克東部的對峙之後 印度陸軍意識到他需要在情報、監視和偵察領域要做更多的工作 去年5月5日印度和中國軍隊在拉達克東部的班工作地區 發生了暴力衝突後爆發了邊境對峙 雙方不斷在邊境地區加強部署 經過一系列的軍事和外交會談 雙方在8月實現了在哥格拉地區脫離接觸 目前雙方在實際控制線邊緣的敏感區域各自有5萬至6萬士兵 雙方的對峙雖然未走向失控 但是衝突仍是連續不斷表現出極度不穩定的狀態 就在幾天前 印度邊境部隊挫敗了一次中共軍隊入侵的行動 大約有200名中共士兵試圖從西藏邊境地區 進入印度的阿魯勒克爾邦與印度邊防部隊發生接觸 衝突持續了幾個小時 當時中共軍隊還試圖破壞無人佔領的地埔 一些中共士兵在阿魯勒克爾邦的塔王被印度士兵短暫拘留 事件發生在靠近實際控制線的布姆勒拉和揚策邊境通道之間 印度軍方沒有對這件事發表官方評論 有消息人士向媒體表示 中印邊境還沒有正式劃定 對實際控制線的認識不同 雙方都在各自認定的控制線以來巡邏 每當雙方的巡邏隊相遇都會根據雙方 商定的協議和機制處理 雖然拉達克東部正在進行脫離接觸進程 但最新的入侵事件表明 中共試圖將他們的入侵行動擴大到東部和中部地區 阿魯勒克爾邦的塔王歷來是印度和中共之間的一個磨擦點 在1962年的戰爭中 中共最先佔領的是塔王 中共稱塔王是西藏的一部分 同時稱阿魯勒克爾邦是西藏南部 塔王的歷史意義在於它是陸西達賴喇嘛的出生地 是繼拉薩之後藏傳佛教的一個重要所在地 塔王提供了通往阿魯藏布江平原的地理通道 而亦是通往阿薩姆邦提斯普爾的捷徑 這些令塔王具有重要的軍事意義 觀眾朋友們 我們的欄目將於10月3日翻到新的YouTube Channel 請大家記得訂閱 在YouTube中搜尋時事軍事下落山 或在此篇下方資訊欄裡可找到鏈接 請訂閱後同時開啟小鈴鐺 選擇全部通知 感謝您的支持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